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台塑關10億,分臨管政戶 舒志芬被批評 說那些錢沒有經過議會的審查 我想沒有經過議會的審查 用在公共政策,這是真的 那錢有沒有問題呢 議員說要交給特徵組來查 不過不用,因為舒志芬已經主動 把這個案子移交給這個檢調來查 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態度,主動 我一直在想 那馬總統那個臉書案怎麼不敢移交給檢調查 有多少案他不敢移交呢 好,可是相對 相對,我們看到這個 蔡英文說想去苗栗做國政說明會 今天錢也辣,今天也慶了 但是直到現在要辦國政說明會 忽然之間說不准 為什麼不准 說那個場所現在在裝潢 請問合理嗎?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說宜蘭縣長啊 人事行政局發的函 宜蘭縣縣長已經這幾年以外說還在叫呂國華 那是幕府是故意的嗎? 發現了以後說用紙張把它蓋起來再寫林聰賢 沒有重印 是什麼態度讓他們對人這麼不准重? 簡直是汙辱啊 再看到嘉義 說那個故宮南苑不用管考了 他的進度啦,他的執行成效不用管考 現在到底是跟歷贏這次的官司動作誰? 這樣子要贏嗎? 選戰要贏嗎?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怎麼這樣呢? 馬英俊政府的政務官竟然跟這邊的選團都設在哪裡? 設在國民黨的立委、法務處 設在國民黨的董部 馬總統請問可以這樣嗎? 這是你的行政中立嗎? 這樣的動作你就能贏嗎? 百姓的感受怎麼樣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深入的分析跟討論 那麼趕快來介紹來賓 蝶尾是《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郭勇兄你好 你好,台灣 好,另外我們邀請的是律師徐國勇,徐律師 徐律師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以及來自台南民進黨的台南市議員 王定宇,王議員,王議員你好 黃毅大學大家好 好,另外是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徐老師,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記者,鍾連華,你好 黃毅,郭美鳳姐大家好 以及台北大學工刑系的副教授 何漢君,華老師,華老師你好 黃毅好,大家好 來,現在我們來看 蔡英文要在竹南政公所辦國政說明會 場地的錢是在八月初申請 八月十七,臨時通緝說不行 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在請客,在訪風 那麼,杜文青很生氣,據理力爭 那麼,請大家看,這樣合理嗎 來,我們來看福西 民進黨苗栗先黨部主委,杜文青 帶領幹部人員來到竹南政公所理論 不滿政公所答應出租黨主席 蔡英文國政說明會的場地又出爾反爾 同意在先,環迴在末 你要對我們怎麼交代 我要對我們鄉親怎麼交代 你把我們當作誰 現在是什麼時代 壓住政治黑手操控 杜文青動陸明明八月初 向政公所租借三樓場地 提供十八號蔡主席國政說明會使用 不料租金保證金都付清 政公所卻在十七號臨時喊咖 痛批是政治黑手操控政黨打壓 公所鼠密強調沒有幕後黑手鎮長生病住院 一切由他代理 可能是公所作業瑕疵 說不出租日公所整修日期節外神職 我電話給你 我要將去告訴你 他跟我講沒有辦法才要聽政長的 你現在講說自己是國家的公文言 他說政長指示你不可 沒有 你說 沒有的話我都已經吃掉政長 立委為不寫 現場氣氛火爆最後協調半小時 民進黨租借場地辦活動不受影響 只是原本說借又不借 政公所立場反覆不定 難免引發爭議 早就心情啊 補正金也落了 外府的組金也扶了 結果現在說什麼 說現在你騎機不行 你不是不行 請請請教一下年方 這樣合理嗎 當然也沒有合理 你政公所是一個公告單位 你要送房 難道是說跟我們家的要送房一樣 經過一間卡丁 讓這個財丁 你名字就好來了 不是這樣 那個都是有計畫的 你已經人家保證金給你收了 交保證金是什麼意思 我們一般來說是說 我幫你找場所 我交保證金給你 我保證我使用完這個場所 是完整的還給你 如果有任何錯誤 你保證金可以沒收 可是另外一個誠意是說 你幫我收保證金 你要保證 你這個場所要求完 不然我交保證金給你什麼意義 把證金收了 契約也簽了 都說好要主 你不是說我要送房外做人 這當你走到哪裡都說不通 絕對說不通 所以今天杜文青這麼想起 我認為有原因 因為杜文青自己也是願理政長 他很了解這個政公所的行政流程 所以你在南城公所的主秘 你說這場 杜文青聽不下去 我做政長 我就沒這樣做 有什麼政人是這樣 平平是廟裡關 一國一宣好幾治嗎 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可怕在哪裡 可怕是說今天只是 看起來是一個小事情 我只是借個場地 辦個國政說明會 你可以隱私 隨便找一個理由說 我不借你了 那請問 明年如果蔡英文選贏了 很不幸贏的不多 馬英九可不可以講說不算 重來一次 隨便找個理由說不算 這個選舉不算 我們重來一次 國家在裝潢 對 可不可以 照竹南政這個邏輯是可以 有什麼不可以的 對不對 然後難道到時候你要叫蔡英文 帶一大堆人去跟馬英九到總統府裡面去炒嗎 像今天杜文青這樣子嗎 這不是我們國家想要看到的樣子 今天沒問題 你選舉 我不管竹南政的政長是哪一檔的 你說你要挺國民黨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在行政這一塊 什麼叫行政中立 國家有法律是規定的 是行政中立 你如果說我這個場地 我一開始就不借 那就算了 那就別說錯了 你這樣是跟爭校 你是要殺蔡英文一個措手不及嗎 公國也出去了 三公車也出去了 幾月幾號晚上蔡英文在哪邊要開國政說明會 結果那些所有群眾來之後發現 沒有 取消了 因為場地不借 你是要搞這一套嗎 我覺得你要搞這一套也沒關係 你就明講 以後契約這張解說 原則上場地住給你 但是我們隨時有取消的權利 有種他不要租 對啊 你就不要租嘛 給民進黨選團車 好好出事跟大家說 說你看用這種方式 請教徐老師 這樣馬總統就贏了嗎 鴻義 竹南這一場 國政說明會一定爆滿 因為現在全台灣都知道 都知道苗栗不願意借這個場地 鴻義 民主時代 現在政黨輪替好幾次 你目前的情況 名言到底是蔡英文當總統 還馬英九當總統 但是我沒有差不多 我不會找不到